中国他的情绪, 咳瞬你, 如 Isso欠你,可能会将心骨短 不动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前往这堂 神社 湖济岛,观赏农历九月家园的日历鲜岛上的民族 中国人的民间举行的灵气素食节 警告了解 他是数百名在泰国南部素食者 谁相信刺入他们的脸上有不寻常的物体 而肉器全将驱逐邪恶 让他们安心之一 一口 穿出自己的脸颊 嘴唇或舌头后 宗教信徒推力金属工具 往往几个在同一时间 通过孔来净化自己 赤脚走在火炭上 爬起有刀刃的气体 并采取热犹豫等 由陆神信徒所做的仪式的一部分 他们认为 在广乎中被复以他们超自然的力量 和忍受这些痛苦的折磨 谋求共同利益的能力 当你看到他收了起来 看来可怕的痛苦 待会对哀声叹气 他们的脸上揉成一团 变成可怕的鬼脸 血液喷血无处不在 投入 这就削减他的舌头上 头在仪式上 他不准吃肉不喝酒 这是个场面震耳欲聋 很难呼吸 你的头发覆盖着鞭炮爆炸的碎屑 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 耳塞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你不想耳聋 防毒面罩和防护眼镜 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十天的自尽节的起源 是几乎一样多为不寻常的仪式 他的历史 可以追逐到1825年 和中国旅行剧团 到泰国的矿叶城市 获取出的访问 当游蓝者 屈从于在丛林密布的热带地区发烧 他们选择了坚持严格素食 希望这将取热神 随便会减轻病情他们